我自己講好 清明弟弟打電話來邀家如掃墓聚昌 媽走後的手足 肢體不但沒有走位也沒有退化 人是口舌耳鼻眼心深 都很和諧的運作自如 易如往期 我說媽這一生的成就 是我們都服了她 她說算數 使你們新月成福地認下她的一切 恩年後 我們將循她的腳步而去 那未知的國度 只是那時刻的重逢 我們會失憶而忘了彼此曾擁有 曾擁有過的曾經嗎 然後我說其實我的媽媽比經營之神的守護 王永慶先生還會經營她的一生 因為她是一個完勝的選手 然後終點有人為她鼓掌 那我對完勝的人生的定義是 走的時候乾淨俐落 沒有拖泥帶水 讓她的後代子孫互相殘害 所以我覺得我媽媽比王永慶還會經營 每個人的典禮成就很好 大家願意多敗 因為我喜歡 我愛你